華府空軍國民警衛隊一架F-16C戰鬥機東部時間5號上午9點15分 在馬來蘭州居民區附近墜毀,導致附近居民被疏散 駕駛員彈出後受到輕傷 墜機地點距離總統空軍1號駐地安德魯斯聯合基地僅是6英里 4月4日是全美同工同酬日,加州男女仍然同工不同酬 年薪差距達970億 數據發現,加州全職女性年薪中值為43,335元 而全職男性年薪中值為5562元 兩者差距是7,229元,超過加州5個月的房租平均值 數據顯示,在醫療、教育、製造業等大多數美國民眾工作的行業 女性薪酬都少於男性 在銷售、管理、生產和行政等具體崗位,情況同樣如此 一名男子駕越野電單車在南加州河濱縣飛越60號高速公路的危險特技 引來加州交通署的關注 該視頻有背景音樂,從五個角度去拍攝整個飛越的過程 其中包括一個可能是用無人機拍攝的高空照 交通署在4號出動重型的機器,拆除了公路不側的起跑道 並且封閉了60號高速公路南北兩塊空地,以阻止有人再次效仿 加州民眾2月份省水25.1元,總體達標 其中南加州地區表現最佳,貢獻60%的省水量 委員會因此大力稱讚民眾,不會因為乾旱而解除鬆懈